著名经济学家毛玉世的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最近出版 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 用鲜活的案例与经济资料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 中国经济学家毛玉世最近出版的新书提到 大陆虽然取得经济发展民怨却特别深 毛玉世提出几个大家关注的问题 第一 问国家 要改革还是要建设 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第二 问社会 如何看待社会不公 怎样获得公平 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第三 问民生 为什么我们住不上廉价房 为什么城管经常打人 毛玉世认为 主因是社会正义的缺失 正义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 简单的说 中国深入山推翻了满清 中国的地质和皇权好像是被推翻了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死而不僵 一直是反反复复地出现 但毛泽东干脆又变了金石黄了 毛玉世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 从正式社会不公谈起 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进行理性的分析 用案例与数据自答 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 毛玉世呼吁中共放弃私利 恢复奖礼 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 中共自始自终不会放弃手中的权利 中共从变成开始 它在以大同社会 共产主义 这些虚假的谎言 把这个财富击中它手上之后 它就从来没有放下它的私利 在这种情况下 在镇压民众的抗暴也好 或者维持它的暴力统治也好 都需要钱 所以它这个时候如果放下私利的话 基本上等于说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权利 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的话 中共会马上就是解体 谢田表示 中国人民对中共不仅是焦虑和怨气 而是一种愤怒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了中共的本质 和中共犯下的那些罪行 中共在六十多年 杀害了七千万八千万中国民众 这样这个事实被提供出来之后 就是中共的本性 从越来越被发现出来 到今天的国家器官这些人 也被国际社会所正视所关注 另外毛于世的新书还提到 大陆每年有成千上万民告官的诉讼 但胜诉不到百分之十 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 关他们 打他们 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 让百姓伸张正义道路非常艰难 社会陷入正义无望 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不再信任政府 毛于世新书内容表示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 他们只能靠奖礼来生存 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 奖礼又讲不通 国家就不稳了 而社会有风针的时候 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 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 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 如果两派相持不下 就由投票解决 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 有了这样一套规矩 社会就能讲理 就一定能稳定 民怨也就没有了 毛于世2012年3月 获得米尔顿佛里德曼自由奖 1975年开始 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 198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 担任访问学者 1987年回中国 此后七年内担任 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 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 参与创办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 追踪达 编咨词